大家好,之前说9月14日和15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,因为TikTok和华为这两个靴子要落地的,紧接着是苹果的新品发布会,而美国对TikTok和华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,中国肯定要采取反制的手段,这么大的两个国家,双方制裁与反制裁,它的冲击是非常大的,会冲击到世界贸易的,更会冲击到股市,尤其是美股的。 那我们也知道TikTok这个事情,虽然现在有一定的反复,但事实上美国政府是采取了一定的退让的程度,之前川普怎么说的呀,9月15日之前必须打成交易,达不成的话,对吧,就在美国关闭TikTok,但是目前也没有关闭,采取了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态势吧,当然又把日期延长了,延长到9月20日,也就是明天了,我们明天再看吧,关于华为这个事情, 台积电呀,三星等等的断供,确实是落地了,但是呢,美国也并没有对华为步步紧逼,也有一定的缓和,举个例子,前几天,有新闻啊,就是华为呢,开着飞机,或者雇的飞机吧,到台积电,拉了芯片,华为囤了很多的货,也能够撑几个月的,这也就是说呀,对吧,这几个月就是双方的缓和期啊, 大家如果了解美国的长臂管辖,或者之前采用过类似对华为的这种技术封锁的话,应该知道,在最后期限之前,你依旧什么都拿不到的呀,之前以色列等等也有啊,也开着飞机去拉货,飞机都给你扣下了,是不允许的, 但是华为这么大张旗鼓的新闻报道,开着飞机去拉货,拉了大量的货,美国也是默认的了,并没有管这个事情啊,而且美国之前长臂管辖一个国家的产业,其实美国对华为呢,也是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,它的制裁针对的是你所有的产业的,而不仅仅是一家公司,否则的话,制裁了A公司,B公司,C公司依旧能够拿到货,这里面呢,就有很多的套路可循啊, 这个事情啊,下一个视频详细说,这里不详细的说了,总之美国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和的,但是,对吧,那么在缓和之余啊,它也落地了很多的锤子,那中国呢,也会进一步的进行制裁的,只不过在美国缓和的情况下,我们这个制裁呢,也是有一定的缓和的,去年的时候,商务部就公布了,中国要实行不可靠实体清探,但是一年多了,没有下文,那今天啊, 今天的凌晨,商务部公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细则,也就是什么样的企业,对中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,你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,我简单读一下啊,第一条呢,就是,为了维护国家主权,安全,发展利益,维护公平,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, 保护中国企业,其他组织,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,对外贸易法,中华人民共和国,国家安全法等,有关法律,制定本规定, 第二条就是,国家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,对外国实体在国际经贸及相关活动的下列行为,采取相应的措施, 第一就是,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,第二是,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,中断于中国企业, 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正常交易,或者对中国企业,其他组织,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的措施,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,其他组织,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,本规定所称的外国实体, 包括外国企业,其他组织和个人,注意包括外国的企业,其他组织或者个人, 几乎啊,范围是非常大的啊,那么第三条呢,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, 坚持互相尊重主权,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等等国际关系准则,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,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,维护多边贸易体制,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,第四条,国家建立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机制, 以下简称工作机制,负责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组织实施, 工作机制办公室建设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, 第五条呢,工作机制,依职权或者根据相关方面的建议, 举报决定是否对有关外国实体进行调查,决定进行调查的予以公告, 工作机制对有关外国实体进行调查,可以采取询问有关当事人, 查阅或者复制相关文件,资料以及其他的必要方式, 调查期间有关外国实体可以陈述身边, 工作机制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决定终止或者终止调查, 终止调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发生重大变化, 也可以恢复调查,在这个调查可以决定我们调查调查到一半, 我可以不调查了,但是不调查一段时间我也可以决定恢复调查, 这都是跟美国学的,这都是美国曾经用过的手段, 第七条,工作机制根据调查结果综合考虑以下因素, 做出是否将有关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决定并于公告, 第一对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危害程度, 第二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, 第三是否符合国际通行的经贸原则, 第四是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, 第八条,有关外国实体的行为, 事实清楚的,工作机制可以直接综合考虑本规定的第七条规定的因素, 做出是否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决定, 决定列入的于公告, 第九条,将有关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公告中, 可以提示与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风险, 并可依据实际情况明确该外国实体改正其行为的期限, 也就是说你也是可以改正的, 认罪态度比较好, 或者双方达成了一些默契, 达成一些协议, 允许你改正, 第十条呢, 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实体工作机制依据实际情况, 可以决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, 并予以公告, 这就是惩罚措施了, 第一, 限制或禁止其同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, 第二, 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, 第三, 限制或禁止其相关人员, 交通运输工具等入境, 第四, 限制或取消其相关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停留或拘留资格, 第五, 根据情节轻重与予相应数额的罚款, 第六, 其他必要的措施, 前款规定的处理措施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实施, 其他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实施, 对吧, 其他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实施,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? 对吧, 可能有一些其意见吧, 因为每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很大, 在中国的市场很大, 你损害了一部分的利益, 也可能让另一部分获利, 你就像华为这个事情, 很多人都支持华为, 但是有很多人反对, 觉得有外国产品也很好等等, 这背后都是一些利益的考量, 这里不详细的说, 第十一条, 将有关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公告中, 明确有关外国实体改正期限的, 在期限内不对其采取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处理措施, 有关外国实体逾其不改正其行为的, 依照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, 对其采取处理措施。 第十二条, 有关外国实体被限制或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, 中国企业其他组织和过人在特殊情况下, 确需与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, 应向工作机制办公室提出申请, 经同意可以与该外国实体进行相应的交易, 这一条留了一个口子, 就是把你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了, 不允许我们的企业组织和个人, 对吧, 也包括不允许它的产品入境, 它相关的传值人员入境等等, 但是如果某一些企业或者个人, 也包括其他组织, 对该公司的产品确实有十分强大的依赖程度, 你可以去申请批准, 也可以通过的, 这是留了个口子呀, 咱就举个例子啊, 一就是芯片吧, 假如把台积电拉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了, 那你像这个苹果呀, 不是苹果啊, 这个OPPO, 它确实很需要吧, 没有办法呀, 暂时没有替代品呀, 那你可以申请, 申请也允许你进口, 对吧, 给你留了个口, 给你留了个口, 也就是说呀, 对吧, 很多非常关键的企业, 依旧会被拉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, 我对你进行考察, 但是你的技术或者产品, 确实很需要啊, 国内的企业还是可以进口的, 给你开了个口子, 但是开了这个口子也意味着什么呢, 假如中芯国际的去美国的产业链, 逐渐去带台积电了, 那给你的许可就直接就关闭了, 那就等于呀, 你, 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安全, 对中国的企业采取了不公众的待遇, 或者其他的东西的时候, 对你的产品有依赖性, 可以暂时进口, 但是一旦把你替代掉, 你就给我滚蛋, 在中国的市场上, 对吧, 一旦你列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啊, 你就别指望着日后会有一个公平交易存在啊, 第十三条, 工作机制依据实际情况, 可以决定将有关外国实体移出不可靠实体清单, 有关外国实体在公告明确的改正期限内改正期行为, 并采取措施消除行为后果的工作机制应当做出决定, 将其余处不可靠实体清单, 这也是个口子, 对吧, 其实关于这个改正啊, 有几条都谈了, 我觉得这也是留了个口子啊, 也给外国的这些企业, 传递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, 虽然你以前嘛, 配合美国的长臂管辖呀, 或者其他的东西, 很容易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, 但是我也允许你改正的, 只要你改了就好嘛, 逞前避后知名救人, 不会一条道走到黑的, 不会一杆子把你捅死的, 这个还是非常的灵活的啊, 那么将有关外国实体移出不可靠实体清单, 决定应当公告, 自公告发布日期, 依照本规定第十条, 采取的处理措施, 嗯, 停止实施, 就是提前公告一下嘛, 公开透明, 其实在国内啊, 很多事情我们也很清楚啊, 都会提前公告的, 要说什么东西, 会提前公告的, 不会偷偷摸摸的, 第十四条, 本规定自公布至起实行, 那就是从今天实行了, 嗯, 从今天开始就是实行了啊, 这个细则公布啊, 不是开玩笑的, 对吧, 那这个名单上有谁呢, 也有很多的猜测, 什么HM啊, 最近关于新疆等等这些, 指责等等啊, 我觉得HM啊, 可能性非常的大, 因为搞服装的嘛, 你这个东西啊, 服装很容易就被替代掉的, 有你不多, 没你不少, 这个时候呢, 自己又不识趣, 还有很多说汇丰银行, 呃, 汇丰银行呢, 简单说一下, 我觉得有可能吧, 但是可能性不大, 因为汇丰银行, 也就被折腾的好几轮了, 折腾的半死不拉活了, 而且汇丰银行呢, 也一直在改正啊, 如果我们要推人民币的国际化, 或者说中国推我们的数字货币的话, 汇丰银行还是挺重要的, 就是看汇丰银行如何改正吧, 最终汇丰银行认清了事实改正好了的话, 你去推人民币去, 汇丰银行啊, 是美国啊,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, 推行美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, 它的作用呢, 还是很大的, 洛克希特马丁啊, 戴尔拉, 苹果呀, 还有美国的电影啊, 服装啊, 等等, 大家猜测了都很多啊, 觉得都有可能, 还是提下苹果啊, 有很多人认为苹果不太可能等等,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,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, 那么还有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啊, 我觉得高端服务业的可能性是最大的, 那么其他的这些只是个别的企业啊, 但是上升到整体的产业啊, 那就是美国的高端服务业, 美国的很多高端服务业在国内是可以替代的, 没有什么不可以替代的, 那么还是强调一下啊, 就是第一条也就是总则啊, 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啊, 以及维护呢, 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, 保护中国的企业, 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等等, 尤其注意, 对吧, 第一个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等等, 外国的企业组织个人不能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等等, 其实这些年我们知道很多外国的企业啊, 就是在破坏国家的主权安全啊, 譬如在新疆啊, 西藏啊等等, 在政党啊等等这些问题上, 这都是破坏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啊, 也包括破坏国家的发展力, 什么是国家的发展力啊, 中国今天产业要升级了呀, 那你破坏我们的产业升级了, 那就是破坏中国的发展力啊等等, 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, 这个就不谈了, 没有什么可谈的, 同时还有就是保护中国的企业, 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, 保护中国的企业啊, 这一个美国包括西方做得很好, 尤其是美国做得很好, 而且保护的非常的霸道, 在过去国际经贸当中呢, 我们有很多企业也吃了亏, 但吃亏都是打落牙齿混血吞啊, 国家呢, 在这个保护机制上并不足, 当然这和国家的强大弱小又有关, 譬如法国在西方也是很有重要影响力的嘛, 但是阿尔斯通呢, 这跟你的实力也是有关的, 有一句话叫官升脾气长, 为什么官升了脾气长, 升官呢, 实力就强了嘛, 权力就大了嘛, 这个事也是一样啊, 但这也是我们国家过去发展的一个缺位, 对吧, 总之吧, 对吧, 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啊, 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啊, 包括什么样的企业会进入啊, 为什么要对你进行制裁, 也包括给你留了很多的口子, 也包括吧, 即便企业不改正, 但是中国非常急需这个企业的产品, 也是可以进口的, 只要你向相关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, 也是可以的啊, 应该说这个清单的规定还是比较灵活的, 既然细则都出来了, 那么那么多违反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细则规定的企业怎么办呢? 会选择性的吗? 我觉得不会的, 违反的都会一一列入的, 但是他会分批次的, 不会一下子, 因为过去刚才也说我们这么多年啊, 对吧, 这个外国的企业一边赚着中国的钱, 一边在国外啊, 这个西藏啊, 新疆啊, 人权啊, 这个那个的啊, 民主啊, 自由啊, 这个那个的, 港带也不少, 那么一边赚着中国的钱, 中国民众也很不满, 但是这些企业也是非常普遍性的, 数量也是非常大的, 对吧, 呃, 这个不可告实体清单的细则呢, 第一, 还是不会速记一网, 或者说总体上不会速记一网的, 个别的跳的比较宽的会速记一网的, 但总的来说不会速记一网的, 所以他更多的是一个悬在头上的剑, 更多的是一个警示, 呃, 在今天, 呃, 在今天细则公布之后, 再出现这些事情, 就会对你们进行制裁的啊, 呃, 中国制裁他们最大的武器呢, 就是中国的市场, 14亿人的市场, 虽然有很多穷人, 但是有很多富人, 也有很多中产, 光富人和中产, 这个庞大的数据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呀, 非常的了不得啊, 那么西方的很多的公司企业等等, 非常依赖中国这个市场, 我们这个市场呢, 也是非常的大的, 其实啊, 在改革开放初年, 邓小平访问美国, 包括也见了卡特总统, 见了一八人, 当时可口可乐的, 这个公司的老板就非常的兴奋, 啊, 那么多人, 十几亿人, 如果每个人喝一瓶可口可乐, 我们会赚多少钱呢, 但是今天, 中国14亿人, 平均下来每个人可不是喝一瓶的事, 可口可乐呀, 非常可乐呀, 百事可乐呀, 非常可乐不是啊, 百事可乐呀, 在中国赚了很多的钱,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, 其实美国呢, 一直希望中国人要变得有钱, 整个国家也稳定, 那么同时呢, 又大量的消费美国的商品, 但是另一方面, 又希望中国的这种状态, 是在美国可控的范围之内的, 当美国的小弟最好的, 所以在过去, 我们也有一些中美的蜜月期, 中美蜜月期, 用网上经常流传的一段话, 就是两一条牛仔裤换一个飞机, 这个时候是最蜜月的, 就是可控的, 也是当美国的小弟的, 在15年811会改之前, 人民币的发行都是跟着美元走的, 我们人民币的发行虽然是独立的, 但是我们要融入以美元为主的, 这个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之下, 人民币就是紧跟着美元的, 这种角度来看呢, 在国际经贸的角度看, 你又没有独立, 你得紧跟着美元发的, 他放水, 你放水, 他紧缩, 你就面临着一些危机, 就这么个事, 那中国, 对吧, 如何不可控了, 就是因为我们产业升级了呀, 中国人民要过好一些的日子了呀, 动了美国的奶酪了, 等等, 这个时候就不可控了嘛, 所以美国一直希望的, 就是中国呀, 中国人民有一些钱, 能消费美国的商品, 政治也是稳定的, 但是同时呢, 又要听美国的话, 就这么简单, 但显然中国人民的日子要进一步升级, 就不可能继续这个样子了, 很多人来讲啊, 这个反共啊, 不反共啊, 但事实上, 中美过去有过几次灭月期, 哪怕今天中国和美国一模一样的制度, 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, 我们这一系列的贸易战的华为呀, 还是会照常进行的, 因为这背后就是国家的利益, 国家利益的最大化, 对吧, 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的啊, 美国的记者就问过希腊的财长, 关于新疆这个人权等等, 希腊财长直接反驳问了沙特, 那沙特呢, 沙特是个什么制度啊, 这种都很清楚啊, 所以这背后都是利益的问题啊, 都是利益, 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, 那么下一步呢, 商务部就要公布上榜企业了, 和之前说呀, 要公布不可靠实体名单, 到今年出席则一年多了, 但是真正公布上榜企业, 不需要一年, 时间会很快的啊, 但是这个快到什么程度啊, 还是取决于美国, 美国的步步紧逼会到什么程度, 尤其是明天, take a talk会到什么程度, 这都有很大的影响啊, 同时呢, 这个不可靠实体名单啊, 也有一些长臂管辖的意味了啊, 也是在学习美国吧, 也是在给很多的境外的企业, 头上悬了一把剑, 他也是在切香肠, 在不停的切香肠, 一点一点的往前切嘛, 都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切的, 最后吧, 就毛主席很著名的一句话来讲, 就是帝国主义要打多久啊, 我想我们不做决定, 过去是由杜鲁门, 以后是埃森豪威尔, 或者是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, 由他们决定, 就是要打多久就打多久, 一直到完全的胜利, 一直到完全的胜利, 对吧, 老毛的这句话呢,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, 只不过他当时说的是抗美援朝, 而我们中国的反制措施呢, 推出的比较慢啊, 一直是慢慢的, 一个是求本, 还有重要的就是, 以空间换时间, 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的, 但是一旦当时间调整过来的话, 对美国也就无所畏惧了嘛, 所以还是需要以空间换时间的, 你这样包括华为, 也换到时间了呀, 就是换到时间了, 对吧, 一直到今年的9月15日, 才算彻底的对华为断购, 但是这个断的也不是很彻底啊, 而美国要对华为断购, 已经喊了好久了呀, 一拖再拖一言再言, 这就是空间换时间啊, 给国内的芯片产业布局呀, 还有这个, 国家体制或者国家力量啊, 搞芯片的产业链等等, 都争取了很多的时间啊, 都争取了很多的时间, 那好了,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, 最后总之一句话吧, 不可告实体清单上的企业, 会有哪些呢, 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, 在TikTok, 当然也包括微信等等, 其他的应对手段上, 有多么的激励, 你激励一些, 我也激励一些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订阅一下,